那天啊咱们这个聊本地人外地人从哪啊最近最火的看这个这个他们聊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北京的这个限购令15条反正这是限制外地人不是买房吗 然后你看着微博上这个出招的全是说谁有北京户口现在可赚了完全可以办假结婚啊就那天咱们聊这个但是呢我觉得咱们聊的这个让我觉得意犹未尽所以呢还可以这个说一说因为那天呢你们两个正好是人在香港吗咱们把北京跟香港比啊因为我现在发现了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就是说完全有可能未来或者说现在 实际上就是在北京上海啊有点往香港的方向接近就说大部分人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是没有能够供完这套房子就是说拥有一套属于是自己的房子这是早就香港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就叫做为银行打工吗不就是对那么打打打一辈子工啊对我的问题呢是关于人的幸福现在不都在聊幸福吗啊 我再说就说我很喜欢香港嗯可是呢有人跟我讲了说你啊喜欢香港啊是一种游客的喜欢嗯当然了香港人民用他们悲惨的生活为你提供了一个如此富有效率的动感之都对吧哎可是实际上哎就说这种情况 他的这个这个房子贵到一个这样的程度嘉辉博士那天讲现在香港的房价已经是世界全世界头三位嘛其中一个楼价最高的香港人没办法负担了哈所以你看到这个引申出来很多种情况第一个是说工作嘛香港人的工作时数是最长的 而且工作焦虑感是最高的很多调查是说你焦虑什么呢焦虑你减薪水焦虑你被炒鱿鱼还有焦虑什么银行利息提高因为要供房子嘛你的整天活在惶恐不安那焦虑要怎么解决呢你就看到很多毛病就出来了吃喝玩乐所以为什么而且香港房子很窄很窄嘛你不可能请人来我家吃饭嘛我请过你你去我家没有不可能嘛我请过你 我好多年前请人文道去我家吃饭还记得吗记得好对印象难忘对因为房子太小了我们家更小了不是为了这个房子小的难忘是为他热情款待几个人挤在那边然后我记得那天看到文道那种眼神之后我以后不敢请人来家吃饭什么眼神还嫌你家小吗不是嫌他还蛮同情我的哎呀这么小大家吃饭这样你看到很多生活状态的变化不仅是楼价 要付钞票的问题所以这种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脾气很暴躁甚至有时候有些仇外会觉得香港最近几年听说香港有星界这个地方香港的北边跟深圳比较靠近的地方那些人现在很怕什么连生活用品都买不到因为内地人都来香港买奶粉买卫生你刚刚说香港东西贵其实现在不比深圳便宜 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我就是住在星界我看着我们家附近几间药房很多人就进去问有奶粉吗没有了都给内地游客买光了我甚至看到香港报纸有个人评论就是说这奶粉奶粉说油也不卖给你等着卖给大陆客呢对吗对那个买奶粉不仅是这个还有普通生活用品洗法金种种的根本也买不到而且几乎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贵那没有办法香港还有的好 好的地方只有学习来如何面对这个焦虑这是香港这个状态目前坦白讲蛮难过的我们说起来对再加上这个就算加工资今年普遍这个工资也勉强甚至还不如这个通胀的水平不过我想讲的就问题在哪就是说没错香港东西是很贵你觉得很难生活但这边还有另一个问题就假如说大家的收入来源够多或者收入能够增长的 非常好的话说不定是能够抵消掉这个问题的对不对但也很难为什么就因为香港的地价高窒息了非常多的产业举个例子我们读经济学教科书ABC里面常常会分析成本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land这是一个最粗糙的一个说法就是一些固定成本嘛成本固定这说得太好了它真的就是土地在香港比如说香港各行各业都要有土地才能进行 生意做买卖的对不对但当地价高成这样的时候你做餐饮的你想看多困难做商店做小买卖多困难你租个写字楼多困难所以说香港这个高地价等于是只肥了大地产商以及为大地产商服务以及建筑在他们上面的一个金融市场那这个他们赚得越多就表示周边所有其他产业都在萎缩 对啊所以我就真觉得这个香港人你看就是勤勤恳恳大公仔啊但是我老是觉得这个这个悲惨啊就是说500哎呦就是500平方英尺啊50平方米的房子就是一辈子奋斗的那个目标为什么你像哪怕像我们这个内地人有了钱我我愿意在香港买房子可是一笔啊没法在这买就是因为你觉得 这洗腿啊太太吃亏了吧我我明明我在深圳比如可以买100平方米到这买买一个洗手间吗就是文涛这个还不是最悲惨你知道目前香港最悲惨是什么吗我感同身受啊以前是说好吧我很辛苦买个五百五十平米的房子我想说再过一阵子房价涨了我卖掉等我再年纪年纪大一点我可以去深圳去广州去买好房企去住啊 现在我连这个梦都没有了因为深圳的楼价也完全对也买不起了广州也越来越买不起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悲惨在于说本来香港人以前每个人都说老了就去大陆退休去嘛现在连这个退路都没有了你看我对这个经济啊就比较比较白痴了哈我这么想你比如说像北京上海这样这么多城市啊他这个限购外地人当然说是不是因为咱们那天就讲的说 北京人跟外地人也不要谁骂谁对吧要正正宗的北京人只有周口店谁都不是啊而且正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北京人也买不起房子对吗然后说呢就是说往往没有北京人和外地人只有这个穷人和有钱人我想啊是不是恰恰是想打破这个格局所以才说因为咱就知道什么温州炒房团呢山西没老板呢这家一买几十套说是房价都这么给弄了 但是这个人是一种高的哎因此呢咱们就说呃比如说你看那个车牌号我就发现就很有意思啊上海才采取的办法我认为北京不能采取嗯因为这个民情不一样嗯你看上海就可以就说拿钱买就是好像4万多块钱这什么还是多少钱一个一个车牌号嗯但是你在北京呢你就会很容易引起人们不平衡嗯说这他们就就价高者得吗谁有钱谁就能开车吗 所以北京只能搞什么呢六合彩这不是就是抽咱们抽命运哎运气面前咱们公平他就包括这次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看他不让外地人限制外地人卖房子嗯他是不是想打破这种格局就说你你平均有钱你就你就到北京一门不是他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认为啊一个城市他应该对得起自己的市民对这个市民在这 嗯生活在这长大他们在这做出过贡献付出过血汗呃更重要是在这里纳税嗯那他这个城市应该怎么样来对得起他这个城市的市民呢假如说这个城市他们现在生活上的很多的基本所需被外来人口打破了他的平衡嗯问题就来了嗯比如说像刚才讲那在香港你当妈妈的来连奶粉都没有了嗯对不对嗯那这时候这个城市自然会出现一些仇外的情绪 或者排外或者种种的愤恨所以香港人怨气很深这几年对不对嗯很多大陆很多朋友或者是看媒体都觉得香港人怎么怨气那么深啊嗯然后说什么老骂李嘉诚呢骂那几个人呢何必呢对香港人看来这些人是等于像吸血一样吸着大家的血他都很饱我们都很瘦哎但这不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结果吗那重点文文涛你重点说对了自由竞争我可是你看回香港 香港很多政策上不是那么自由的没错像土地供应的问题啊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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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团大的地产商他是很有权利去控制那个土地供应量很有权利方法去影响政府的政策不平衡嗯嗯嗯还有包括劳资关系啊啊如何保障我们的工资啊啊水平高低工作时间长短 还有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法 还一直没有落成 那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一个完美的自由市场 我觉得怨气就这样 没错 你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我今天在香港 某大快餐集团打工 根据最基本的教导 我就说这家公司太坏了 太虐待工人了 每天上班时间过长 站个八九个小时 不让上厕所 吃饭不定时 我都胃溃疡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说我们工人 有选择的权利 就跳槽嘛 打别家嘛 那么但是你环顾香港 这个快餐店市场 就三家集团在经营 三家都一样 你跳到哪儿了 才出狼屋又入火口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可能就是因为你们讲这个怨气啊 我就注意到这几天不是香港这个财政预算案 这个派堂嘛 香港人叫派堂 说什么 给好处 输解民困 我真正讲香港的意思 还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借鉴啊 去研究这个我们的问题 我们本身 我就北京 北京啊 你知道现在北京啊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挠头的这个买房子 特别挠头的事 为什么都要拥挤在北京 这是个最根本的问题 你看甚至有人就 甚至目前的形势 已经使得现在年轻人 有些年轻人开始转变生活方向了 就是向二三线城市发展 那是另一种生活 但是呢 也有人讲了 逃离金护广嘛 就是跟你们讲的那个几家什么大集团一样啊 选择不多 就咱们这个发展的这个态势 那比如说他们说在美国 你热爱拍电影啊 你可以去洛杉矶 对吧 你喜欢从政呢 那么你去华盛顿 对吧 你喜欢念大学呢 你去波士顿 对吧 你喜欢玩玩闹闹 你在纽约 他会会 搞金融 你在纽约吧 或者他这么一个分布 但是你看北京没有 我我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吧 所有的有野心的年轻人 他们 你比如说那天有个人就有个讲 说啊 你你跟我讲是多种选择 他对 我他说我是云南的 那我云南人 可是我的理想啊 是做这个电影导演 我在云南 当不了著名导演 最多只能是著名导游 那么我必须得去北京 对吧 你说 所以这里面当然很多 比如说北京的老朋友都会说这是因为北京是首都 可是你放大点看啊 世界范围内其实也有不少国家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像法国 法国跟德国最大的不同在哪呢 就大家常比较这两个国家 相邻的邻居 法国就是一个大太阳遮盖了所有的星光 那就是巴黎 而德国则是灿若烦心的一个一个小城市 对不对 像柏林他不会说大到就是把人家都吃掉 他除了柏林有汉堡 有法兰克福 有慕尼黑 对不对 一堆小城市 但是巴黎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想起来巴黎跟中国也有点像 就他的整个行政系统也是高度的集中 许多资源 然后他整个国家也是非常集中在就这个最大的城市去发光发热 这就有点像今天的北京 所以这个情况你说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我担心的问题就是巴黎这样的情况下 巴黎至少地价不会像北京高出其他地方那么悬殊的那么离谱 因为这种高地价 北京这种高地价的情况 现在看起来很火很热 将来会出问题的 将来出的问题在哪呢 一个地方如果说他的地价太高的话 他会造成整个城市的市民 所有在这工作的人 投资者都走一种非常短线牟利的一条道路 那为什么香港没这个问题 香港就有啊 香港现在不还东方之珠吗 不不不不 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去到哪怕是到了东京 这么一个贵的一个大都市 你会注意到东京的街头啊 有很多店铺 他会标榜 说什么建员几年几年 建在这个地方 然后什么七代传承 没搬过就在这个地方 也很多是不是 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干 那是因为那个地方 他其实负担的起 当他负担的起一个地方 他有一个手工艺 或者有门事业 比如说做餐馆 他就觉得他能够好好的干下去 然后就父传子 子传孙的这么一辈子 一辈子干下来 或者是请人回来做 怎么做都好 好好经营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精益求精做下去 但你注意到香港 街上有什么百年老店 或者十年老店都很少 他又不停地搬来搬去 开了门又关门 关了门又开门 因为你负担不起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有做生意的人 想的都是什么 我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 捞一笔 香港也是这样 你可以举个例子 文涛 你有没有注意到香港书店 书店第一个很小大的书店 只有那一家两家大规模的 他有一个集团可是都开一些小书店 然后有一两家大的 可是每两年那一家大书店就倒闭 不是倒闭 结束 就要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产商根本不租给你 要么要提高 突然两年后就提高了几倍的租金 结果变成怎么样 文涛去香港的大书店 你看到装潢是非常随便的 根本那个灯瞅得不得了 我问过那老板 他说家辉 他只给我两年租约 我怎么可能花成本 去把它弄得好像台北成品 弄得美轮美奂 我收不回来 我就只能把书当做卖杂货一样 随便弄几个书架 就丢在那边就卖掉了 赶快 因为两年后我就要搬 这还只是书 其实事实上香港很多行业都这样 然后另外更坏的情况是什么 就很多投资者 他想说我反正做生意这么难做 我反正不是要赚快钱吗 我如果有钱 我为什么不投入股市房地产市场 这个圈 这个其实不就是今天的中国 也就开始这样吗 你看今天的北京上海 就很多其实有资本 能够投入进来做买卖的人 他不做了 我宁愿把我的旗下生意 能够结束的结束 我集中精力去炒房地产 那这样最后就变成整个社会 大家想的都是怎么样 透过房地产市场 猛捞一笔 快捞一笔 再也没有人去想了说 我很诚诚恳恳的 兢兢业业的 干什么东西 干一辈子 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好 不会的了 所以你看说这个香港街上行人的这个行走速度 也是天下第一吗 为什么这个这个争先恐后 结因为朝不保夕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这个大城市啊 它也是一种这个生活模式的一种范形 你看为什么我就想在哪 最近你看有一些朋友 他们在聊天啊 开始聊什么问题 要不我就说啊 他们是幸福的烦恼 就已经都是嘉辉身边的朋友 那种收入档次的 就已经他们有条件去来考虑啊 就说我这个小孩啊 我想让他在哪长大 是在香港 在纽约 在上海 还是在北京 你比如像谢霆锋 他就会觉得我的小孩想在北京长大 我就注意到他们这个 比如说啊 一般中国人就会觉得最小的时候 绝不能让他在外国长大 因为至少有一个原因 就是中文太难学了 先点他把中文会了 将来再送出国 好 那么你看又有人说了 当然这可能是偏见啊 说还在香港长大 当然香港也比较专业啊 但是呢 怎么觉得香港长大的孩子 是不是性格上有点压抑啊 好像就不太善言辞啊 北京的孩子呢 是还是有点这个外向开朗 但是好像又有点无法无天 毕竟会觉得呢 就觉得啊 这个北京的孩子 在北京长大孩子 是不是感觉比较见世面 等等 你看这些价值判断 我发现直接就是 他对这个城市的某种价值判断 对 北京小孩从小就人言散道 因为要这个抢着选班干部嘛 我不晓得我 香港生存空间小的感觉 对这个是很痛苦 可是我个人 当然每个人选择不一样 我说起来会被北京人骂 其实这个也是我从一个北京朋友他说的 他说嘉辉啊 你们假如搞什么办公室政治啊 不可能够我们搞的 我们从小学六岁开始 要开始搞 就像文道说选班干部 另外我听啊 我自己观察说 我经常想假如一个人活在北京或说任何的内地城市两年啊 他不会快乐的 至少从我的角度看 为什么 每天早上出门塞车是一个 另外乱开 当你看到人家乱开的时候 你不会做好人的 然后回到学校也好 回到办公室也好 要讲究权力关系等等的 你这怎么会不扭曲呢 这是我的偏见 这样讲的太过分了 其实应该是不担比较 但是你看 我有一天在北京跟一个交警聊天 他就说 他说你看我早都不开车了 他本质交通警察 我说你干什么 他说我骑单车 而且他给我讲 这警察还挺有意思 他说我跟你说 骑自行车上班啊 发现新世界 他说你会看见 这家店昨天还在 今天就拆了 然后这又开了一个花店 我可以去看看 那有一个旧书摊 他说我每天在胡同里这么走 就是我有心发现 而且他说 你现在你开车的 你不能预算你上班的时间 他说但是我骑单车 骑自行车的 我准知道从出发到哪 我绝对不塞车 对吗 他说又锻炼了身体 他说我现在天天就是骑自行车 你看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问题是 北京不是一个太有利于 骑自行车的城市了 已经过去是 过去是对不对 我没想到20年之间变化这么大 因为自行车 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街道 比如说它比较有宽阔的行人道 或怎么样 但你看北京的路 或者它现在的规划 基本上是为汽车服务 以车为本的一个城市 所以它其实并不太友善 对于骑自行车来讲 所以我想你刚刚讲到 到底在哪生活好 这是这始终是一个 就是你打算做个什么样的人 你打算到了最后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你要住到什么地方 你比如说说是到二三线城市的人 他年轻人会不会觉得 我长期在这待着 会不会将来造成我这个视野比较狭窄 但是问题是现在就是有很多来自应该理论上 视野很广阔的大城市的年轻人 跑到二三线 跑到厦门 跑到昆明 跑到大理 跑到这些地方人蛮多的 现在 对你看其实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 最近几年 最近十年八年 很多台北的人逃离台北 一群的作家 或者说一群的大学教授 或者说中产的人 跑去台中 甚至台中附近的地方 一起集体买地 盖房子 一起住 原始共产主义要实现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在台湾发展 它有机会